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弦函数 我们刚才证明了 对数函数和指数函数 我们都在前面 已经在前面讲极限的时候 就已经讲过 它们是极限号 如果取某一点的极限 只要把这一点的函数值带进去 那就是连续的意思了 这两个函数也讲 那么这个和3x 我们前面也讲了 类似的方法 很容易验证它也是连续的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间断 我们知道函数不连续 就叫做间断 那么间断有分类 我们看一看 它的分类情况 第一类间断点 第一类间断点呢 你看是这样 函数的右极限 和左极限都是 都存在 左右极限都有的 都有的 那么请看 左右极限都有 我们前面讲了 函数连续什么意思 就是 其实如果把两侧的连续 也把它分开来考虑 那么就是三个东西 一个是左极限 第二个是右极限 第三个是函数值 这三个都得有 而且是相等 这就叫连续 那么现在你看 左极限和右极限都存在的 那么问题是在哪呢 有几种可能了 第一种可能 那就是 第一种情况 叫做可去间断点 这个间断点是什么情况呢 左极限 右极限是相等的 显而易见 问题就是在函数值上 那么这个是什么样的 函数值 不等于这个函数值 或者呢 这一点根本就没有定义 fx0就根本就没定义 这种情况叫可去间断点 为什么叫可去间断点呢 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间断点可以去掉 可以去掉 什么去掉 只要补充 因为你看左极限等于右极限了 那么当然极限就有了 只要把这一点的函数值 现在你不是不相等吗 或者没有定义吗 我给你补充上 或者改变 改一下改变 变成这个极限的值 那就连续了 所以这个叫可去间断点 举个例子 对吧 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函数 这个我们知道了 这个函数是个重要极限里边的 x等于0的时候 这个函数怎么样 有极限的 它有极限 极限是1 但是x等于0的时候 有没有函数值呢 没有 你看 分母等于0 没有定义的 分母不能为0 那么好 这个函数怎么样 我们只要补充一个定义 怎么做呢 好 fx 补充 fx怎么样呢 等于 sine x 除以x 在什么地方 在x不等于0 对吧 然后在x等于0 补充定义 补充定义以后 补充它等于1 好了 那这个函数就在x等于0就连续了 一补充就好了 没错吧 好 这就是一个例子 那么当然这种例子还是 我们还会碰到 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叫做跳跃间断点 跳跃间断点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地方其实可以想象了 从图上来看 这儿出现了一个跳跃 跳跃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左极限和右极限不相等了 你看 函数的右极限不等于左极限 如果从图形来看 图形来看 那怎么样的图呢 来 比如这个点 x0 跳跃什么情况呢 左边到这儿 有极限的 右边到这儿也有极限 但是左右两个极限不相等 跳跃你看 这就叫跳跃间断点 跳跃间断点 那么举个例子来看呢 fx等于绝对值 x除x 这个例子就很容易看出来了 这个函数 对吧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如果x大于0 那么这个fx等于 这个上面这个绝对值的符号可以拿掉 那么正好等于正1了 x小于0呢 那么这个是负x 除x等于负1 也就是这个函数 其实左右两侧 在0的 0 左侧和右侧呢 一边是等于负1 一边等于正1 那么如果求极限的话 那么一边等于1 一边等于负1 那显然在这一点 函数字左右极限出现一个跳跃 那么这个就叫跳跃间断点 这是第二种 这两种都属于第一类间断点 基本条件是左右极限都存在 那么第二类间断点什么呢 那就是除了第一类间断点 都叫第二类间断点 那么既然第一类间断点是左右极限都存在 那第二类间断点是什么意思 起码左右极限里边 起码有一个不存在 没错吧 至少有一个不存在 右极限和左极限 至少有一个不存在 那么当然不存在的情况 也可以有好几种 比如说一种叫无穷性 无穷性怎么样 就是极限是无穷 无穷大 那么我们知道极限是无穷大 不过我们是这样说法 其实这种情况极限是不存在的 没错吧 好 那么它随极限不存在 但是极限是无穷 那比如 你看 Fx去0的时候 它是无穷大 那么 这一点就叫做无穷间断点 举个例子 那最简单了 这个例子 Fx等于x分之一 你看 这x等于0 x如果去0的话 这个x分之一是无穷大 没错吧 好 这就叫无穷间断点 那么 其他类型 还有其他的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 像这种 Fx等于杀因x分之一 这x等于0 那么请注意 x去0的时候 这个x分之一怎么样 虚无穷了 虚无穷了 所以x在趋向0的时候 这个曲线怎么样呢 这个杀因x分之一怎么样呢 我们知道杀因这个函数 是个波动的函数 震荡 那就是你靠近x靠近0的时候 这个函数值不断地在震荡 所以大概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 大概就是这样 对吧 好 那你看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x向这儿靠近的时候 x向这个x分之一靠近的时候 那么可能一看 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在这个 负一到正一指间 再震荡 而且越靠 越往0这个地方 震荡越厉害 越往0这个地方 震荡越厉害 越往0这个震荡越厉害 老是在负一到正一 当然我这地方画的可能 不是很确切 反正是负一到正一 这样一种情况 震荡 到这地方 越往这边抖动的越厉害 震荡 震荡间断 那么 这就是第二类 简单点的情况 一种的叫无穷型 另外呢 其他的类型里边 其中包括震荡 但是 有的时候呢 比如说 有的函数可能两边还不一样 比如一边震荡 一边 它倒有极限 也可能 单侧的情况 两侧嘛 只要有一边 是无穷 或者是震荡的 就是极限不存在的 那么我们就把它叫做 第二类 所以我们在分类的时候 一般就是分 第一类第二类就可以了 那个具体的到底是无穷型还是震荡型 是可去的还是跳跃的 有的时候不一定要说出来 尤其是第二类 一般就说第二类就行了 第一类 有的时候可以说 这是可去 这是跳跃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连续函数的运算 连续函数运算 那么显而易见 就是它的加减乘除 还有呢 就是符合 结果怎么样呢 别忘了 我们前面讲过 极限的运算 记得吧 两个函数 核的极限等于 核 极限的核 X的极限等于 极限的X 乘积的极限等于 极限的乘积 除法 上的极限等于 极限的上 对不对 都有这些 那么好 现在这个四色运算怎么样呢 很容易 从 从前面 极限的 这个运算性质 四色运算性质 我们马上就可以得到 函数的 连续情况的运算性质 那就什么样 如果F和极 在X0是连续的 那么Fx 加减几X Fx 乘几X 还有呢 Fx 除几X 都连续 在 在这一点都连续 理由当然很简单 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 咱们看 看乘法 这当然很简单了 什么叫连续 Fx 在X0连续 X去X0 等于Fx0 这就是连续 极也连续 好 集X在X0连续 那么好 比如说乘法 我们举这个乘法的例子 很简单了 Fx 乘几X X 去向于X0 那就是求极限 根据极限的运算法则 怎么样 两个函数 乘法的极限 乘击的极限 就等于 先求极限再相乘 好 他求极限 他求极限 因为上面有这个 好了 好了 那你看 这个函数 在Z点的X0 在X0点的极限 你看 就是这个函数的 函数值 那就连续了 对吧 所以这个应该说 非常容易 非常容易 好 下面看符合 符合函数 如果是连续的 那么 F在 这个几X 如果在X0连续的 那么FU 在U这一点 是U谁呢 U是几X0 如果它也是连续的 那么 这个符合函数 F几X 在X0也连续 这就意味着 这个 通过这个 连续函数的 性质 就意味着 函数符号 这个时候 极限号 可以通过函数号 你看 极限号 通过F的符号 到里边去了 到里边再去求 你看 又通过这个 函数符号了 所以 我们知道 连续就很方便 连续怎么样 我们求极限 可以通过函数 函数号 其实我们在前面 已经做过这件事情 对吧 就是比如说 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 我们那时候 一开始就讲 这一点的函数值 就是 极限值 就是函数的 对数函数 和指数函数 有这种性质 所以我们在 对数函数 求极限的时候 可以通过 对数符号 和指数符号 现在 只要连续函数 咱们就可以这么做 极限号 通过函数号 最后 反函数 反函数呢 是这样的 如果 F在一个区间上 是严格单调的 严格单调的 而且呢 还是连续的 不光是严格单调 而是连续的 那么 反函数呢 它一定也是 在这个 F的直语上 也是严格单调 并且连续的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 我们从图像上看 就可以 我们来举个例 看一看 大概看一下 就明白了 好 我们来 看一个 随便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是 Y等于 指数函数 比如指数函数 那么就这样的 在A大于0的时候 这就是指数函数 那么 这是严格单调增加的 那么我们知道 指数函数的 反函数谁呢 对数函数 对吧 好 那么 对数函数 实际上呢 我们也知道 这个图啊 这是 Y等于 AX 指数函数 Y等于 AX 那么对数函数 怎么样呢 我们知道 其实只要把这个图像 做一个旋转 做一个 或者说 做一个 对称的一个变化 把这个图像 沿着这条对角线 做一个对称变化 到下面来 好 那么大概怎么样呢 到这儿来以后 大概是这样 我们可以 看一下 对吧 如果这儿有个对角线 那么大概这样 好 这个是谁呢 这就是Y等于对数函数 那么很容易看出来 你看这图像上 这个 我们以前讲连续什么意思 连续就是 曲线是连的的 当然这是一个直观的看法 那么显然 这个反函数你看 当然也是连续的 对吧 你是单调增加的 我也是单调增加的 对吧 所以这个呢 应该说从直观上 是很容易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证明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再 给出称明了 好 下面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Y等于sinX 这个函数 在负二分之排 到正二分之排 是严格的 严格淡调的 而且我们前面讲过 Y等于sinX 是连续的 好 那么它的反函数 谁呢 它的反函数 rsinX 那么在直语 它的直语是谁呢 请注意 sinX在负二分排 到正二分排 正好直语是 负一到正一 所以rsinX 在负一到正一 也是连续的 这样你看 我们就 反函数也是 连续性 我们也解决了 那么这样一来以后 最后我们解决了 什么问题呢 就解决了 初等函数 的连续性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初等函数的连续性 为什么解决 初等函数连续性呢 我们前面讲了几个函数 大家还记得吧 讲了这四个函数 四个函数 它是连续的 sinX cosX AX 指数函数 logX 那么另外请注意 显然 这个X的函数 当然本身 这显然是连续的 这个简单的 Y等于X的函数 也是连续的 好了 那么由这个函数的连续性 马上得到谁呢 得到X的M次方 也是连续的 密函数也是连续的 没错吧 好 由这两个函数连续 这两个函数连续 那么他们如果除的话呢 就得到谁连续呢 得到 好 就得到 tan的X是连续的 那么这两个函数 如果除的话是这样 那这个函数倒过来 它除它呢 好 我们就得到 cotan的X 也是连续的 你看 这就是这四个三角函数 都是连续了 密函数连续的 好 那么 由这个函数连续 这两个 这四个函数连续 那么好 马上根据反函数 前面刚才我们讲了 反函数连续的 好 又推出来 rsinx 连续的 rcosx 连续的 rcos tan的X 连续的 都解决了 这些函数都是连续的 好 那么 所有这些函数 对吧 这些叫什么 如果再加上长数函数 这些叫什么 叫基本初等函数 基本初等函数 都是连续的 那么他们的 加减乘除 符合最后得到什么 就得到初等函数 所以初等函数最后 由于前面这些 这些前面的讨论 保证了基本初等函数 是连续的 那么我们就有什么结论了 就有 初等函数 在所定义的范围内 都是连续的 这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好 那么 也就是 只要是初等函数 我们中学里就很熟悉的 那种函数 对吧 有解析是能表达出来的 那么 x去向x0怎么办 就等于这个函数 带进去 带进去就完了 求极限 就带进去 那说明什么 你给我一个函数 初等函数形式的 写出一个公式来 我们要一个表达式有了 我们要求在某一点的极限 只要这边有定义 带进去就完了 好 比如说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看一些例子 求下列函数的极限了 看一看 什么结果呢 好 比如说 第一个小题 x去向于四分之π 那么括弧里的函数怎么样 显而易见 连续函数 显然是连续函数 那怎么办 带进去 能带吧 只要能带就行 好 我们看第一个小题 第一个小题 对吧 好 求极限 那怎么求呢 能不能带进去呢 看一看 好 咱们往里带 x等于四分之π 能带吧 好 三项都可以 第一 三印四分之π 二分之根号二 第二项 cos 四分之π 也是二分之根号二 没错吧 好 第三项 tan 四分之π 一 好了 最后答案是 这两个减掉是零加一 直接带进去 不用说 很简单 对吧 好 第二个小题 第二个小题是 sine x- sine a x-a 那么当然我们还是希望 还是首先 这是一个函数式 初等函数 我们就想带进去咯 但是我们发现 要带的话 有点小问题 什么问题 x去向于a的时候 真的带进去 分母等于零了 分母等于零了 分母等于零 当然不行了 那怎么办 好 很简单 咱们就 想办法把这个分母上 这个零的因子 去掉它或者想办法 看一看能不能 最后化成我们所了解的 能做的极限 对吧 好 那么第二个小题 我们看一看 那就用 分母上是x-a 分子上如果能 也能出现x-a就好了 那么很容易就想到一个 我们中学里就学习过的 一个三角的公式 叫合差化G 好 那么就等于 这是x-a 对吧 合差化G公式 记得吧 两倍的sine 这个x-a x-a 除以2 cos-a x-a 除以2 这就是三角公式 没错吧 下面呢 x-a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希望带进去了 带进去 但是好像还 x等于a 带进去 还不行 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地方 sine 二分子 如果把这个2 写到下面来的话 这也是二分子 x-a 好了 我们记得到这个我们能做 这个我们能做 这个是什么形式 sine u 除以u u线是怎么样 x-a的 这个两个u是去0的 这就我们知道 这正好是那个重要的极限 重要的极限里边 这个是等于1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 这个 这一部分的极限 好 这一部分极限 等于1 那么这个极限呢 很简单 这是个什么函数 初等函数 这很简单 初等函数 能带吧 看一看 x等于a 可以带 带进去 带进去 cos-a 二分子a加a 两个a加起来 两个a 除以2 cos-a 所以这个第二个小题 这个题 最后我们做出来 就是cos-a 你做吧 好 下面看第三个小题 第三个小题呢 是cos-a sin-x 比上x 好 那么这个题呢 我们可以用 符合函数的办法来做 符合函数的办法来做 那怎么样呢 相当于这样 把这个第三小题 我们相当于 做一个变换 对吧 就是 现在是r sin-x 我们呢 把做一个变换 做成u 等于 rsin-x 好 x 去0 对吧 rsin-x 下面是x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考虑 把这个rsin-x 换成u 等于符合函数 好 u等于 sin-x sin-x rsin-x 好 那么这个函数里面 请注意把u换进去 那么好 它就是谁呢 分子上就是u了 分5呢 很简单 很容易看出来 就是sine-u 对吧 u 对吧 上面是u 下面是sine-u 那么好 现在x去0的时候 r和sine-x呢 当然显然是去0的 这是个连续函数嘛 它去0 好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形式 那我们知道 这个函数的极限 就是它的极限 显然这个极限是等于1的 对吧 这也是告诉我们 r和sine-x 它和x怎么样 等价的 等价的 好 下面 我们继续往下 第四个小题 这种函数 这种函数呢 我们在前面 我已经讲到过 这种函数叫做密质函数 这种函数啊 你看 这个形式啊 如果我们 按照以前的做法 我们可能要用 一加上 这个请注意 r和坦尼 它给x去0 这是个什么 这个r和坦尼 它两x 是一个无穷小 是个无穷小 那么 一加无穷小 我们外面 有个指数 我们现在 会用什么方法做呢 我们其实现在 有一个方法就是 一加无穷小 外面是它的指数 指数谁呢 无穷小的倒数 那么好 我们就凑成了一个 1 这个极限是1的 这样一个形式 以前我们是这样做的 但是现在 我上次曾经说过 这种做法很烦 有的是凑出来 写出一个式子 这很麻烦 现在我们换一个办法 怎么做呢 好 你看 你不是个密子函数吗 好 我们把它写成 请注意 写成 极限 x去0 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写成 密子函数 把它写成1 log 里面是1加上 1加上 2加 tang2x 那么这个指数 本来在这个地方了 对吧 本来在这地方 根据对数函数的性质 这个地方呢 这个指数呢 可以写到前面去 写到前面是谁呢 是cos 3x 就是写到这里 是cos 3x 那么cos 跟它是谁呢 是tangent 它的倒数 cos cos 是谁呢 sin的倒数 好 所以倒数就是sin 3x 对不对 请注意 cos 就是这个函数 它是谁呢 它是sin的倒数 记得吧 这是基本的一个 基本的三角函数 它是它的倒数 所以这个cos 就是它了 好 下面我们往下做了 往下做什么呢 很好做 为什么很好做 前面讲过了 连续函数是什么呀 有这个性质 求极限 可以通过函数符号 本来要求这个极限 现在好 就求谁了 就求到上面去了 x 去0 上面是 log 1加 r tangent 2x 下面呢 是sin 3x 当然我写得很慢 我故意把它写得慢一点 好 这个极限好求了 这个极限为什么好求呢 用我们前面讲的 等价无穷小替换 很好替换了 好 等价无穷小替换 大家还记得吧 x 去0 下面呢 sine 3x 就等价于 3x sine无穷小 就等价这个无穷小 上面呢 log1加无穷小 就等价于这个无穷小 rc tangent tangent 2x 大家还记得吧 我要求大家记住的这些三角 就是等价的这个 无穷小的一些关系式 3x不要动 r和tangent 特无穷小 又等价于这个无穷小 又换掉了 好 xx 抵消了 1的三分之二 看到吧 这个题 你看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做 就显得比较简洁 而不是去凑成那个 1加无穷小 外面指数是无穷小的倒数 这样的话 那个词是很复杂 很繁琐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个小题 第五个小题 大家我看 一看大家就明白了 这个小题又是个密质函数 你看 这是个 这个底 这个是指数 这里边有x 这里边也有x 对吧 好 我们有老办法了 跟上面一提一样的方法 怎么做呢 好 等于 1log 又用这个办法 极限 x 趋向于a 怎么做呢 1log sinx 除以 sina 本来这个地方是指数 没错吧 指数 现在好 我们把它换了 换到 画到哪去 画到 根据对数函数的性质 这是指数可以写到前面去 写到前面去 就是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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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写在分母上 X-A 没错吧 写好了 那么下面怎么做呢 下面我估计分母上 大家看得很清楚 这是X-A X去A的 这个X-A就去0了 所以这是一个无穷小 这是一个无穷小 这是无穷小 可以换掉 好 很简单 马上就可以换掉 X-A 1的 分据连续函数的性质 求极限可以通过函数号 好 求到指数上面去了 函数号 通过函数号了 极限号写到这儿来 好 求这个极限 分母上等价无穷小替换 换成X-A 分值怎么办 分值你看 X去向A 那么分值就是Sine-A Sine-A除Sine-A就是1 那就说这个地方 极限式里边是1 那么1我们可以 既然它的极限是1 说明这个东西可以写成1 加上一个无穷小 所以那就是要用 我们以前讲的老办法 什么办法 就是把这个式子写成1 加上无穷小 那怎么做呢 就是log 这个式子可以写成 请注意我现在这儿把它写一下 这个式子可以写成 对吧 Sine-X 本来Sine-X Sine-A 对吧 我前面来一个加个1 再减料1 再加上这个式子 就前面来一个加1-1 加1-1 写好了以后 对吧 那么好 这个括弧力是 一加上这个东西 无穷小 无穷小 那就根据等价无穷小替换 就换成这个无穷小 换成谁呢 换成 这个东西 本来是 请注意 是 log 后面是谁 1 加上无穷小 就等价于这个无穷小 无穷小是差 这两项 Sine-X 比上Sine-A 减1 没错吧 现在就好办了 又好办了 为什么好办 把这个式子再整理一下 看上去 现在好像有点苦大 其实非常简单了 把这个式子整理一下 1 求极限 X-A 对吧 X-A 好 请大家看一下 这两项一通分 Sine-X 减去Sine-A 没错吧 好 除以 X-A X-A 还有一个Sine-A 通分以后不有Sine-A吗 Sine-A 好了 现在我们就求出来了 你看 为什么求出来了 好 这一份东西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前面刚做的那个题 前面 这个题 做出来是谁 Cosine-A 这题 对吧 前面做过是Cosine-A 这个叫做 Cosine-A 那么这个呢 Sine-A在风骨上 所以就等于 E的 这个极限是 Cosine-A 除以下面 Sine-A 看 最后这个答案就是 就是E的 Cosine-A 如果写的话呢 当然其实这个 这已经是个 确定的值了 已经是极限求出来的 当然我们可以写成 等于 E的 Cosine-A 对吧 这就完成了 这样一个 初等函数的连续性 这样一个 这些题了 从这些题 我们可以看出来 我们 这个 在求极限里边 有一个很方便的事情了 怎么样 初等函数 求极限 我们极限号 可以通过函数号 极限号可以通过函数号 当然 有大量的例子 最后怎么样 你要 最后要把那个 最后的答案求出来 那么这个函数 你把这个X 去向X0 X0带进去 有的时候可能会 这一点没有定义 那就要用一点变换 用一点技巧 好 下面呢 我们继续来讨论 函数的连续性 先看第一个题 F X等于这样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 是个很特殊的函数 你看 三点 三个地方不一样的 三个X大于 X大于0的时候 是这个表达词 X小于0的时候 这个表达词 X等于0的时候 等于2 告诉你 那么好 这个题我们知道 看看 看连续性的 首先 这个函数 我们可以看到 出问题 就出在 X等于0 这个地方 X大于0显然连续 因为X大于0就是这个函数 出等函数 连续的 X小于0 也连续的 所以只剩下 X等于0要讨论 是吧 X大于0 不用讨论了 因为它是出等函数 X小于0 也不用讨论 是出等函数 X等于0 为什么要讨论 X等于0 这一点等于2 左右两点 左右的函数 它的表达式是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我们要讨论它 这一点 这一点是个特殊点 它的旁边的这个函数值 是另外定义的 它不是等于2 是旁 它的周围是 特殊定义的值 好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 比如说 这个小题 第一个小题 第一个小题 好 当X大于A的时候 X大于0的时候 fx是谁 fx是 sine2x 除以x 初等函数 初等函数 所以它连续的 所以连续 对吧 在这个里面 它是连续函数 初等函数是连续的 好 当X小于0 这个fx是谁呢 1的2x减1 出以x 又是初等函数 也是连续的 对吧 同样连续 好 那么第一个大于0 小于0连续了 也是连续的 那剩下一个情况 就是等于0 等于0什么样 要讨论 当X等于0 那请注意了 就要用 由于这个 这一点的左右两边 它表达式是不一样 另外给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要用定义了 什么 左极限 右极限 函数值 三个东西 好 左极限 X趋向于0 左边 fx 那么用哪个符号 那哪个 当然小于0 用这个 哦 这个是 1的2x 减1 除以x x趋零 那怎么做 这太简单了 1的无穷小 减1 就等价于 这个无穷小 就等于 2x 除以x 没错吧 x趋零 所以显然 这个是等于2 等于2 好 看 右极限 好 极限 x趋零 右边 fx 那谁呢 上面这个表达式 大于0 你右边吗 右边吗 0的右边 这个好 三印2x 比上x x趋零 又可以 三印2x 等价于2x 又是2x 除以x 好 等于2 没错吧 刚才这个 左极限 左边 左边 好 最后 函数值 f0 那么一看 由 0 f0 等于2 你看 左极限 2 右极限 2 函数值2 所以 f在x0 也连续 x等于0 也连续 这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函数是处处连续的 对吧 所以fx 我们最后的结论是fx 在整个这个 负无穷到正无穷都连续 对吧 这就讨论了 好 第二个小题 第二个小题 这样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 请注意 现在给它的表达是 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函数的形式 实际上是一个 极限的形式 那么当然 我们实际上 一开始显而易见 这个题 这样的题 这样一个函数 并不是我们所通常意义下 所熟悉的函数 有极限号在这 那我们怎么讨论呢 第一步 显然 希望能够把这个极限号 给它解决 也就是先求极限 那么怎么求极限呢 当然 这就又要用到 求极限 这个地方 我们稍微看一看就知道了 也要用到我上一次讲的 我们在求极限的时候 其实常常是分析 分析这个式子里边 哪些是主要的 哪些是不主 不重要的 哪些是重要的 这些量 也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就是它在这个式子里 起的作用 对吧 有些量 在一开始看着还行 到后来就没有用了 它作用很小 我也不知道 那么好 这个式子我们来看 这个x 显然 x 这个后面 减一和加一是常数 这两个是不会变的 变的是这个x的 2n加一次方 和x2n减一次方 那么有什么可能性呢 x这个 2n加一 这个x 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x比较大 x大于一 那么请注意 这个x2n减一就越来越大了 第二种 x是小 绝对值小于一 小于一们 请注意 一个小于一的数 越成越成越小了 所以显而易见 我们这个是要讨论了 要讨论了 对吧 好 那第一 这个第二个小T 那就是 首先看x大于一的情况 当x大于一 这个绝对值x大于一 那这个fx等于多少呢 我们可以写得快一点 我们就没有必要写得很仔细了 很显然 这个时候 这个东西是无穷大 这个也是无穷大 那么我们怎么来做这个题 其实我们前面讲过的 这种x区无穷的时候 分子是多像是 分母也是多像是 只要看次方 它是2n加一次 它也是2n加一次 等同阶的 同次的 同次数 就是只要把细数相除 一除一 好 它等于一 fx等于一 求极限以后等于一 可能等于一 好 第二个 当x小于一 绝对是小一 其实是小一 好 那显而易见 那就是这个 请注意 这个x小一的 我们前面也求过的 记得吧 就是这个指数 还是q的 n次方 记得吧 qn次方 这个q呢 如果绝对值小于一 这个极限怎么样 去0的 记得吧 就这样讲过的 好了 现在这个x就在这边 q 好 那么既然x是绝对值小一 那么根据这个 这个函数的极限是0 我们知道 它实际上是它的一个指列 2n加1 都取奇数了 指数 它的一个指列 奇指列 好 它去0 所以分子分五 这个x的2n加一次方 都去0的 去0不好 只剩下0减1除以0加1 那就是fx等于负1了 最后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绝对值等于1怎么样 好 如果当x等于1 那就直接写了 f1 f1嘛 好 上面是1 1减1是0 下面是1减1加1等于2 0除2的是0 对吧 好 f-1 f-1呢 好 显然分母上是 分母为0了 所以f-1是没有定义的 无定义 这就得到这个结果 在这个大于1的地方 绝对值小于1的地方 还有等于1的地方 都已经告诉我们 它的结果了 那么这个讨论就很简单了 对吧 那什么结果呢 好 其实这个函数 是个很简单的函数 什么函数 如果把它画出来 非常简单 x大于1 绝对是大于1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是 这个是x等于1 这个x等于-1 对吧 好 在这个地方呢 两头是 等于1的 没错吧 绝对是大于小于1 x绝对是小于 都等于-1的 在这儿 对吧 那么x等于1的时候呢 等于1的时候 是等于0的 对吧 这个地方请注意 这个地方思考 取不到的 没错吧 这一点怎么样 没有定义的 没有定义的 那么好 所以我们这个函数的连续性 从这图上一看就看出来了 对吧 显然这个地方是连续的 这地方是连续的 当中也是连续的 所以这个小题 对吧 这个fx 在 x或者说 我们写的具体一点 就是负无穷到负1 还有呢 还有呢 负1到正1 还有呢 0到 1到正无穷 这三段 你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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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连续的 没错吧 这两点 在x等于正负1呢 是间断 在x等于正负1 间断 而这个间断点 是什么间断点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是跳跃间断点 在x等于正负1 为间断点 间断点就行了 函数在这一点间断 什么间断呢 跳跃间断点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